嗨,我是黄寻富 认识他能够找寻到财富之道 那今天我们来就是会给大家认识一下 什么是我们最近很chill的 很红的一个花蜜餐的这个概念 然后呢,会给大家品尝我们的花蜜餐 那我们今天也是很高兴 可以请到这个网红出现 我们许识老师是我们花蜜餐最品的网红 我们给他一个掌声 谢谢,谢谢,谢谢 我们可以请到花蜜餐的这个创办人 创办人 我们不要这样创死了 创办人 好,荣光老师是我们创办人 好,那么呢 刚才我们每个人都拿了一张卡,对吗 OK,所以谁是拿到一号的 啊,咧,荣光老师我们是一家人了,了解 哈哈哈哈 另一张卡呢 就是每一张卡其实会带出一些 呃,换一餐的讯息 一些重点的讯息 非常欢迎帮我念出来吗 那个题目是什么 什么是换一餐 什么是换一餐 然后那边有写,对不对 然后把一天中的任何一餐换成 这一个是不是 营养带一餐跟这个蛋白质 对吗 OK,可以在什么时候换 早餐、午餐、晚餐、宵夜 对了 OK,所以这个花蜜餐呢 就是呢 很多人看到这个营养餐 我觉得就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不可以吃东西 我要减肥的人才喝 但是现在新时代呢 就是它是跑向更健康的一个方向去了 这个花蜜餐 我们的定位是健康 然后方便 OK 所以你可以代替你一天中任何一餐 你觉得 第一 你很难去准备它 第二 你很赶时间那一餐 然后 这个两天我觉得就很重要了 所以你可以随时管 没有特定你一定要换早餐 午餐、晚餐 还是宵夜 好像我本身 现场上有谁 现在喝换一餐了的 可以举手吗 OK 所以跟我一样是喜欢换早餐的 或是习惯性换早餐的 对 对 哦 换早餐哦 OK 很多人支持着很多家 OK 我先分享为什么我会选择早餐 因为我本身很注重早餐的这个品质 所以我喝真的以前不加换一餐 我都喝了很久了 我从大学开始我就开始喝 喝到现在 还是有导师大学的样子我觉得 然后第一我觉得它很方便 尤其我在读书的时候我觉得 我读UKM 早上起来都要搭巴士去学校 是很赶很赶时间的 所以这个就很方便 因为我一吓了我就是直接带去学校喝 然后一直到我出来工作 早上工作 你有没有吃早餐 你叫我去工作我会发脾气 所以我一定要吃早餐 然后你要我去 呃 呃 早上起来你们都 因为我们要打扮才出门啊 我觉得 那种穿着睡衣 你要我去外面买牙齿 我妈那些我都去了 因为我很麻烦哦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最好了 我喝两口就可以去上班了 对我来说是很简单 然后它的营养又很充足 所以这个是它带给我们的一个好处咯 Mishan也是一样 嗯 之前没有 之前我很喜欢吃拿西勒玛 因为我今天在这边走下去 就是三个很好吃的拿西勒玛 你好幸运哦 所以就没有了 自己很过去 不一样去吃拿西勒玛 就早上会更好 嗯 你会不会觉得 比起你吃拿西勒玛 你的早上会更加的有精神 对 肯定 而且 拿西勒玛是也不健康 嗯 他就打个水 还知道这里 很容易打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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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下午的时候就安心就好了 一次完就打个水了 没有 他说过来一阵子没有能的时候 就真的是打个水了 哈哈哈哈 方便哦 我的话也是一样上班嘛 因为呃 之前上学嘛 现在是上班 之前上学的时候是讲说 呃 不用麻烦跑来跑去 因为大学的时候那个时间是不定的 嗯 等着那个时间较跑 所以一出门的话 就是 你不懂什么时候才可以有时间 四五餐 有时候那个 课 托辞了 或者是什么之类也就麻烦 这样那个时候我就 看情况换走 就带在身上就对了 嗯 像现在工作的话我都是比较低 因为 fix工作时间 所以就是订定换早餐 这样 方便的是 可以多顺一个吃手转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 另外一个就是 我可以一边开会一边的 什么事情 啊 人家吃早餐一定要先吃了 才可以来上班 嗯 这样我可以一边开会一边吃早餐 然后 呃 就像大家讲的 如果是早餐吃 呃 面包啊 或者是 阿西勒玛这些 呃 变成会高的 习惹的话 真的是很容易担心 而且 我做的是 Danny Marketing的工作 我就是focus 打电话 打电话 如果 我一闷了 我一想睡了 这样我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哈哈哈哈 我打个电话 我顾客也不懂我在讲什么 哈哈哈哈 所以 这是我换这个早餐的意思 嗯 小飞 你是换早餐的呀 嗯 为什么选择换早餐 我要吃什么 哈哈哈 嘿 真的 因为不懂要吃什么 对对对 所以他们现在也会问我要吃什么 哈哈 因为我每次哦 我们三个以前每次出去哦 所以就会问 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你一定要吃什么啊 不懂咧 有 一个小时后哦 还是在问 但是我不懂咧 现在你们我不懂 这样我不懂啊 放一场 马上就懂要吃什么了 对啊 OK好 这样有人怕午餐这样 嗯 那别人换午餐 来我们请 Jane老师分享一下 OK 换午餐呢 我是觉得 午餐对我对我来讲 就很方便 因为我很喜欢喝咖啡 所以早上一定要喝杯咖啡 嗯 面包 然后午餐呢 就是有时候我一个人在家 有时候我就跟老师在一起 所以我们煮都是煮的 如果煮给老师吃我 就很简单哦 嗯 就是 什么都有剩一锅啦 所以很容易就给他一个人吃 这样我就自己煮咖啰 然后我会接着午餐嘛 比较轻松啊 整天就接着很轻松 嗯 也是说煮饭也是很普通啊 因为煮是不好 老师更容易啊 哈哈哈哈 随便煮都随便吃 所以尤其晚餐 人家孩子回来嘛 大家一起吃 这样我就争取 大家去餐时间 所以我晚上不吃正餐啦 所以午餐午餐 嗯 谢谢老师 那我也觉得这个是现在很多 很多 午餐时间 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的一些老人家 嗯 也有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一个人 其实不要讲老人家 我们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也会很懒过 不懂要吃什么 你要出去打包 你又觉得 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 真的 我们都跟你讲 做工也是这样子的 你不就是特别的 那几番哦 番就是那个东西 不会变的 都是来来去那几个东西 然后 嗯 很多时候就可能 一些老人家都会一杯 麦片 麦洛咖啡 几片饼干 就是完成他的午餐了 对 有些人在公里做一杯咖啡 对 对 因为你一个人煮也很麻烦嘛 对 即便是你很厉害煮 对嘛 然后 这一个的话 就是老师所讲的 晚上大家一起回来的时候 就想说那种 大家聚在一起 煮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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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吃多一点 煮好一点 然后营养又很足够 对 对 也对啊 要方便 可能说家里人家在外面吃 可能吃得不齐 然后聚在一起吃 最后我们可以煮到 该要有的都有啦 不用吃很多 但是基本上就要很容易 嗯 嗯 而我妹妹也是 半午餐 小学 你是半午餐 嗯 因为天气人都然不吃吃 嗯 今天你是中美 天气人都很咸 都很咸 多因 多因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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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午餐 老师,你这个午餐的原因是 早上我已经有了健康的那个饮料了 所以我就换午餐 还有一个原因是说 午餐我不喜欢外面的东西比较油腻 所以我就方便换一餐 来,接下来因为工作时间 可能我12点到1点 我有conference call 就是不需要再接这些时间 所以我就会换一餐 要不要再来 那有人换晚餐的吗? 书体换晚餐 他不知道他要吃了吗? 要吃什么? 要吃什么? 他有油腿去掉 这个这个 所以很flexible,对吗? 什么时间你想换其实都可以 是有的 有时候宵夜很饿的时候 你也是可以喝 或者胖肥烧得来喝 他又不会增加你额外的糖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换一餐的这个概念 把你一天其中的一餐 你换成这个营养餐 跟这个蛋白质 好,那么接下来呢 拿二号的朋友 好,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